看全美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和平抗议游行 一些演变成街头暴力 而且冲突越演越烈 让Arcadia市民也开始担心 住家与商家可能会成为暴民的下一个目标 因此Arcadia市议员郑博人表示 市议会已经联手陷阱局与市警局安排充分警力 他们抗议的地方虽然是在Arcadia的城市里面 可是这是在洛杉矶县里面 所以不但有Arcadia的城市的警察在 可是也有Sheriff Department在 因为这是在County的公园里面 所以我们不但有城市的警察 有洛杉矶县的警察存在 而面对5号周五下午3点发起的和平示威活动 Arcadia市议会和警方也频繁与发起的学生单位沟通协调 让学生在合法行使宪法所保障的抗议权利时 也能够保护到居民身家安全 将意外几率降到最低 这个不是一个BLM Black Lives Matter活动 这个是一个华人的学生的活动 那我们警察局我们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有跟这个学生去联络 跟他沟通 我们有让他知道说我们支持他的权利 因为这是他的权益在美国可以抗议 可是有很多事情他没有考虑到 那没有考虑到的话我们要跟他配合 这样子的话 万一如果有不安全的事情发生的话 要怎么办 这个我觉得我们警察局 我们市政府 我们市议员做得很好 就跟他们沟通 另外市议员郑博人还呼吁 计划参加油行的民众要把自身安全放第一 你发觉他们的出发点是错的 赶快离开 还有 如果你开始觉得说不对劲 不对劲的意思就是 你开始觉得有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抗议的地方 对面就是那个Mercedes-Benz的dealership Rusneck的dealership 所以有不同的商家在 如果你觉得他们的行为 好像是要影响别的商家的话 我建议跟鼓励你们赶快离开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出发点是为了正义而已 郑博人提醒观众 为正义发声固然是好事 但示威游行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全程戴上口罩 并至少保持六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为防疫一起努力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